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村民在巷大铁锅内下饺子,河南一村装饺子宴孝亲敬老,四百斤饺子县一次包完,王健安摄影。 重阳节前夕,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孝岛文化广场,该村上百名老人欢聚一堂,吃饺子庆重阳,饺子宴活动一次使用面粉六百斤,挑饺子县四百余斤。 当天参加饺子宴敬老孝亲的活动人员签余名。 由安阳市退休干部刘富贵先头组织的武庄村饺子宴敬老孝亲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八次。 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村民在座饺子县,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青年志愿者端着一盖包好的饺子准备下锅。 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村民端着一盖包好的饺子准备下锅。 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青年志愿者端着一盖包好的饺子准备下锅。 青年志愿者在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包手工饺子,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校道文化广场。 该村上百名老人欢聚一堂,吃饺子庆重阳,北郭乡武庄村校道文化广场。 该村上百名老人欢聚一堂,吃饺子庆重阳,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校道文化广场。 该村上百名老人欢聚一堂,吃饺子庆重阳,河南安阳县北郭乡武庄村校道文化广场。 该村上百名老人欢聚一堂,吃饺子庆重阳。 好